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学的这种互通精神的法术 起源于生死器 如若如你所说 那只能在你们两个人之间运用生死器 或许这样 还能补齐你的原神 前辈觉得可行 容我考虑考虑 如果失败的话 不但救不了你 恐怕连你的精神 也会处于混沌之中 因为生死器本应就运用在两个行神兼具的人之间 可现在的情况是 一个人只存于神 虽然以神兴兼备 但其神正属于衰弱之时 如若此时强行启用生死器 后果难以欲尿啊 本王愿意一事 还请前辈成全 你学得得 与其在这里等死 不如死马当成火马仪 本尊尽力而为就是了 你去门口守一下 任何人不准进来 是 给我乾坤印 本尊现在就给你启用生死器 是你吗 等等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怎么在这儿呢 快回去 我是来救你的 不行 这里危险 你快走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你不后悔吗 我可能 会霸占你的身体 你总说 你就是我 如今我接受你了 也请你接受我 王爷 刘前辈 我们成功了 还不一定 你是 八王爷 墨连城 既是以前的墨连城 也是现在的墨连城 你学得对 也许 许他人的消失 真的和我有关 也许举盼人的死 也真的和我有责任 如果我没有来到这儿 也许这一切真的不会发生 小谭 我家小姐投湖时 你还没到冬月呢 所以根本不能怪你 娶叛儿 也是为了救墨连怀而死的 所以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切 硬加在自己身上呢 从墨连怀刚刚的话来看 她对曲小姐 也算有情有义 既然如此 曲小姐就没有白爱她一场 你们这是做什么 谭儿绝世容颜 青丝如铺 随便梳妆岂不辜负了 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 这发界不适合谭儿 给谭儿梳她以前喜欢的 那种发迹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输什么发型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以怀你是龙还是疯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不是曲谭儿 不许说你不是谭儿 不许又不是谭儿 如果婴儿让我装 你只是个冒牌货而已 如果你真的爱她 你就不需要我这个替身 静心 静心 给你家小姐梳妆更衣 来人哪 把静心给我拉下去砍了 等等 静心 给我梳妆 小谭儿 你记住 不管你以为你是谁 从今往后 你就只能当本王的谭儿 你杀了我吧 谭儿不开心啊 是不是饿了 来 吃点点心 这是谭儿最喜欢吃 我不爱吃甜的 你明明就很喜欢吃 来 给我吃 放开 你竟然敢打阵 我 我 我是替我家小姐打的 我求求你 赶快醒一醒吧 不要再仔细欺人了 如果我家小姐在的话 断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静心求求你 灭回曾经那个 温满敦厚的大王子 灭回那个小姐 你为之牺牲自己的大英雄 好吧 朕不想听 你们都骗朕 你们全都背叛了朕 来人 把静心给我押入地牢 静心 静心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静心 你 坦儿哭起来的样子还是那么的美 朕已经照高天下 择日便封你为后 朕终于可以永远和你在一起了 跟我进去 静心 你们受伤吧 我没事 他们带你出去做了什么 有没有为难你 没有 莫以怀她疯了 她真的疯了 她让小谭 强装成从前小姐的样子 一举一动都要如出一辙 就像是找了一个替身一样 如此说来 莫以怀是真的疯了 她虽然以走向万劫不复之地 也都是因为 心中无法放下我家小姐所致 你也别担心了 当务之急 我们先想办法 逃出莫以怀的魔掌 滚 我死都不会做莫以怀的皇后 娘娘息怒 这是皇上的职业 你们肯定是已经去取一个 Movies feast了 主要是了 stage 你在书时日 有什么 levar 你要是在书时日 阿弥 你不想欠 你不想看见拂阳 你还是杀了我吧 杀了你 朕就是要看到你生不如死的样子 你最好乖乖听话 否则太后 靖兴还有十四 可能都看不到你母以天下的模样了 主人 大哥 终于见到你了 是刘前辈把我们救出来的 你是哪个八哥 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 既是现在的又是未来的 十四 如今我拥有两个人的意志 我们二人以合而为一 丫头 刘千水 刘千水 诚诚和王爷怎么样了 他们没事了吧 你说啥我听不见 诚诚和王爷怎么样了 他们有事吗 你放心 叫莫连城的都福大命大 不是那么容易就死的 我就知道诚诚一定没事 她一定是不舍得我这个女神 和女汉子兼备的女朋友 你学得对 丫头 我已经成功地将十字王爷和静心救出了 真的 那静心他们现在在哪儿 放心吧 肯定会有人来接应哪 这就不用我担心了 没事了 小丫头 有个事还需要你帮忙 你说 我毕竟也是当过皇家特工的人 身手和智商都在线 好 你司机从莫义怀身边偷出地令 你在这里先安心待着 等到封后大典完成之后 局势必定反转 好 老怪我 希望我们的小宇宙早一点爆发 肯定 什么 什么庭 肯定 肯定 就是加油的意思 好好好 那 那你在这儿肯定吗 我回去肯定了 那 你保重照顾好自己啊 好 我回去肯定 你看 什么 什么 老是 老是 老根 老是 你老是 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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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再给哀家送膳食 哀家不吃 黄祖母 轩儿 轩儿 奶奶 轩儿 你怎么会来这里 黄祖母 是八哥派人把我救出来的 八哥他一切平安 黄祖母不必担心 无恙便好 无恙便好 黄祖母身边竟然连个伺候的丫鬟都没有 莫一怀实在是太过分了 莫一怀 莫一怀这个逆子 他杀君是父 莫无权篡位 迫害骨肉至亲 简直十恶不赦 黄祖母 你说父皇 父皇是被莫一怀所害 莫一怀这个逆子 他逼宫造反 他逼迫皇上写传位诏书 皇上他 他只能喝下赌茶自决 皇上 皇上生前已写下了莫一怀的罪行 薛公公拼死将赵树 赠给了哀家 莫一怀竟然如此大逆不道 有此诏书 我们定能揭穿莫一怀的阴谋 让他的罪行大霸于天下 黄祖母 时间紧迫 我们需要赶快离开此地 玄儿 别愿外重兵把守 你我二人如何出得去 苏儿自有办法 有资格闯入 快自我来 是 皇祖母 你别害怕 是八哥派来的陈 专门为了引开他们的注意力 我们现在 需要通过密道离开这里 密道 嗯 莫一怀既然要把我改造成曲堂儿 那我索性就办做曲堂儿 使他个美人计 色诱他一番 老娘好歹也是房产中介的殿花 承承 你可不要怪我 我如何才能激进他 又不引起他的怀疑 一怀哥哥 你是不是累了 要不要坐下休息一会儿啊 不要再演戏了 堂儿段不会如此行事的 不要试图在朕的面前耍任何的花招 这个死变态 看来只能故意激怒他 才能找到机会 娘娘 在下把册封大典的流程 说与娘娘听来 册封当天 引礼女官会引导娘娘到拜位前 礼仪私事会向娘娘宣读封后诏书 够了 我才不会去参加什么狗屁封后大典 立刻把封官给朕带上 我是绝对不会带的 我是绝对不会带的 我死都不会嫁给你 带上 莫以怀 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如果真正的举他还活着 他一定不会爱上你 堂儿喜欢的 是那个有情有义 顶天立地的男人 而不是一个冷酷无情 六亲不认的魔头 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堂儿的爱 不许你在朕的面前替堂儿 莫以怀 你根本就配不上堂儿的爱 请不要评论 一般般吧 这就是破地利 不过 取小坛这小丫头 倒是冰雪聪明 这么快就能从 莫义怀手里拿到地令 不愧为我取毒主掌啊 要是能再把册封诏书 换了就好吧 怎么办 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没拿我当外人啊 这么重要的东西 也不如藏个地方 皇帝赵日 谁写的字门粮草 皇帝赵月啊 前辈起开得胜 看来是找到地令了 你拆一拆 你学得对 我找到 那堂儿如何 你再拆一拆 我告诉你吧 这个地令就是那丫头把我找到的 你就放心吧 有了地令再烧 有了地令再烧 我们的起因被盘活了 从即日起 我们不用再坐以待毙 于昊 你即刻拿着地令 还有本王的亲笔密线 前往夜城找五两侯 将夜城的守备军 连夜调往京城 有名 你与刘前辈一起 速速去找伟将军 让他明日一早 出兵北门 见识 本王的两路人马 一南一北 包围皇城 而本王 与太后 还有十四弟 怎会悄悄地混入仪仗队伍 偷偷地进入皇宫 揭穿莫一怀 谋权篡位的阴谋 等等 莫一怀刚刚登基 肯定会严放私守 你们如何才能混进仪仗队 以仗队领班太监 曾受过本王的恩惠 明日定会驻本王 你学得对 事不宜之 我们即刻行动 是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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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身穿金色铠甲 骑着白色骏马来救我 你会在万丈侠宫中 将我抱入怀中 绝尘离去 诚诚 你一定不会让我 嫁给这个大魔头的 你帮我团灭敌方 保住段位 不顾危险 抵挡暗器 还浪漫的每日送我玫瑰花 莫语怀 他不及你的万分之一 我根本不想要什么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生活 我只想要过骆骆猫 磨磨成成凶鸡的小日子 开始吧 皇后之尊 与帝齐体 供奉天地 织成宗庙 母邻天下 自太子莫一怀 杀君弑父 篡夺皇位 假拟诏书 罪大恶习 别念了 可以 请 それは 桂书 水 你 币 你 你 不是 列位爱卿 册封诏书被人暗中调换 定是别有用心之人图谋不轨 是别人图谋不轨 还是你谋权篡位 列位大臣 挨家受众 才是先皇亲你的诏书 他 不过是个谋权篡位的逆子 先皇被这个逆子迫害 喝下毒茶 归天之前 已经秘密写下了 揭露墨一怀罪行的诏书 轩儿 将列位大臣大受宣读 是 墨一怀武力逼宫 谋权篡位大逆不道 望仲卿不蒙蔽视听 不屈于武力 朕之过错 懊悔无补 故 朕决议传位于八皇子墨连城 尽力辞职 众卿需要尽力辅佐 尽力辅佐 老臣被蒙蔽双眼 拥护的竟是一个大逆不道弑君之人 诸位大人 有宪皇遗书在此 八皇子墨连城 才是真正的皇位继承人 朕弑君夺位 那又如何 为了得到心爱之人 朕就是要不择手段得到这天下 谈儿是朕的 从今往后 谁也别想从朕的身边把他抢走 那位大臣 朕便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如若你们效忠朕 不但可以免去急刑 朕还会给你们 加官禁决 朕便 皇上 外面数万大军已将皇城包围 你们竟敢盗走朕的地令 桥宏 包围皇城又如何 朕的人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消灭 传朕旨意 立刻派兵围剿 一个火口都不留 回皇上 他们手势定令 如今我军绝大部分兵士 已经不停指挥 放弃了抵抗 为纵横包围了皇宫 九王爷已经被俘 不可能 不可能 王兄 你守持地令之时 虽将部队将领 换成你的亲信 但是你却不知 兵士只听令于守持地令之人 如今你可派遣的部队 已不足千人 而本王早已从业城 将守备军连夜调往京城 以伟将军的旧部 一南一北包围皇城 你已无力抵抗 皇兄 事已至此 你已无退路 本王定会善待 你与靖康 让你们安然度过一生 列位爱卿 事已至此 就兜随本宫先行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适恶 启住 下一条 これ已经更烫in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